哈囉 大家好 我是賈士博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頻道 我們的頻道不如推薦的個股 但是我會找一些比較代表性的股票 來跟大家去做分享 希望大家可以學到一些風險的意識 然後安全第一 如果說這個頻道可以幫助大家 少賠一點 然後多賺一點的話 那我覺得這樣子也很開心 那第二個我知道我們這個頻道 其實也不是很大 就300多個人 我覺得這樣子小而美也蠻好的 一個 乾淨而且健康的圈子 那我覺得大家有緣分 所以我也希望說 這個頻道可以讓大家一起來變強 那第三個我這邊也是跟大家建議一下 現在今年的股票 比去年來講 說真的 我是覺得不是很容易 那我覺得大家真的不要去好高忽遠 我相信各位一定會聽到 某某什麼少年股神 在股票市場裡面賺多少多少多少 各位都不要去宣問那個東西 我建議各位你要問趙文達 怎麼樣問趙文達 你可以每一年 不是每一年 就是每個月 你可以設定目標 他不是說 我一個月 賺個百分之一 然後一年下來我可能賺個百分之十二 百分之十五 那你可能會想 假設我賺百分之十五哪夠啊 我明年要賣 南寶街你啊 我一定要一個月賺兩百趴 那 祝你天生神力 我只能這樣講 那各位 你不要瞧不起 這一趴兩趴 這樣在華爾街 非常非常多的 大佬 什麼基金公司 他們這樣子一年 這樣殺進殺出 幾趴 十個點而已啊 然後你看那個 大名鼎鼎的 瑞達利歐 他也是十趴 他年化報酬為十趴 然後呢 巴菲特 巴菲特是 年化 20到22趴 可是巴菲特他厲害就厲害在 他持續了五六十年平均 大概是這種 成績好 所以他是相當相當相當的厲害 所以我覺得 真的不要去 羨慕別人啊 我有時候覺得那些 怎麼講呢 那些報紙上啊 什麼 傳奇投資啊 什麼東西 他們很多都說錯啦 尤其是也喜歡喊看空那些人啊 他們 只要喊一百看空 只要一個被喊到 就馬上 我講 我真的是太厲害 我喊對 可是他們都不會講 其他九十九次他們喊錯 所以我覺得 那些雜音 各位一定要想辦法去避免啊 那我覺得看紀錄線圖是蠻好 因為紀錄線圖呢 基本上 是大家用錢 用鈔票去投票 出來的一個結果 所以我想呢 只要看紀錄線圖 說真的可以 讓我們 領先知道 很多很多的事情 就像好比說 今天有個大筆資金進來 那我們看到起場點的話 是不是我們就可以跟進去 但如果說你今天看到消息面 你才進去的話 很可能都已經高點 你沒有第一時間進去嘛 所以我想啦 就是我們一定要有一個 獨立思考判斷精神 然後我們要自己的一個交易系統 每一個人交易系統 肯定都不一樣 像好比說我的停順點 我打個比方啦 百分之10 可能你是百分之8 有人百分之3 有人百分之20 不一定啦 當然每一個人資金量 耐心也都不一樣 所以我想呢 各位 與其求別人 還不如去求我們自己 每天進步 每天向上 然後第二個 各位 我這邊也是跟大家講 每一個流派都不一樣 有些人是基本面 有些人是籌碼面 有些人是 好比說 怎麼講呢 想要聽一些消息的 有些人或是說 用一些不同的方式 什麼波浪理論什麼東西 我個人覺得每一個流派都 有它的優點跟缺點 每一個流派是完美的 如果說今天有一個流派是完美的 那基本上其他流派應該通通都消滅掉了 就只剩下最完美的 那 可是沒有這種東西啊 所以肯定是 肯定是每一個流派都有它的優跟缺 那各位 怎麼講 就是把所有流派 你覺得可以用到的 你把它收集起來 那你覺得有些缺點的 你也想想 不要人家說 人家 怎麼樣 好像很厲害的樣子 我記得我剛進股社的時候 也是我聽很多老師專家這樣講 好像很厲害啊 可是當我這一步 我會覺得 他這樣講 好像怪怪的喔 但是我也不想說破嘛 反正 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一個立場 但是我覺得自己每一個人 心中要一把尺 找到 適合你自己的是最重要 那我個人的建議是 你的交易系統 你一定要 想辦法安全 穩健 而且是長期都可以盈利 我覺得這樣子很重要 少賺一點 我覺得倒沒什麼關係 你要記得啊 慢才是快 慢才是快 你與其 每一個月都可以穩穩的賺0.5%到1% 你也不要說 每一個月賺個10% 但是最後一個月跌掉200% 各位應該是聽得懂我的意思啊 你要建立一個長長久久可以穩定的交易系統 那我覺得這樣子 對你的一個盈利 才有幫助 要不然的話 殺進殺出跟那些 花街的人 一樣 那我覺得太辛苦了 而且他們這樣子 折騰來折騰去 說真的成績有非常非常好嗎 我覺得這是 打一個問號 打一個問號 總之呢 我覺得我們不要羨慕別人 我們只要要求自己 比昨天更進步 然後 更厲害 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今天就開始吧 各位好今天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我這影片呢 選的都是各行各業比較大型的一些龍頭股 指標股 那今天第一支這個是Apple Apple呢各位可以看一下 從左邊啊 是不是一個M頭 然後跌下來 然後一個WD上去 M頭下來 WD上去 很規律喔 但不是說版本一定會照這樣走 但至少目前的規律是這樣 那現在呢 他一番急漲 這個Apple從120幾塊 漲到140幾塊 一番急漲之後呢 現在好像在做一個M頭 但是 他如果說沒有跌破的話 那我覺得大家是可以持有是沒問題 但如果說他跌破這個黃色水平底線的話 如果說你有蘋果的 如果你是長期的 那你當然是不用去管 因為我這個是主要是做波段的 那 我如果說你是做波段 跟我們一樣的話 那我的建議是如果說跌破這個水平底線 這個水平底線就差不多是在143嘛 那我建議你先 出一趟會比較好 你一定要先把你的獲利給鎖住啊 要不然的話 你爆上或爆下啊 那這樣的話 沒有賺到就很可惜啊 白忙一場啊 下面這隻喔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我把那個KCU 算很有代表性的 ARKK拿出來看一下喔 他現在呢 這個 這個 補架是在 M20跟60的中間喔 正中間喔 那他到底是往上往上 我們不知道喔 我們不知道 我覺得我們不要去預設立場 可是呢 我必須說 ARKK去年表現真的很好 ARKK去年呢 漲了300% 很不得了 這是那麼大基金 可是今年喔 看起來就很 很爛啊 我就講很爛啊 對啊 這個 很爛啊 那當然啦 我們心裡都知道啦 ARKK他是 長期就跟巴菲特一樣 5年10年喔 這樣來去看啦 所以我想喔 以這半年的表現 來去評論他的話 好像是有失公允啊 這個 這個我承認喔 我承認了 那現在呢 這個ARKK呢 這條綠色的這個季線啊 就是他保衛戰喔 他不能跌破 如果要跌破喔 就再見喔 他如果跌破的話 那很可能 就不知道底在哪去喔 所以各位如果說 你有ARKK這隻的話 那我覺得啦 我覺得 你要小心喔 你要去注意綠色這條線 絕對不能跌破喔 那反之呢 如果說他今天可以往上 去站穩那個 MA20的線的話 那我覺得你可以去做一個加碼 因為 畢竟ARKK這五年的成績 年化成績喔 是真的很厲害 很厲害 平均大概都是在 年化30到40% 比 比巴菲特還要強 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想這隻也是 值得關注 大家就參考一下吧 下面這個是 Bank of America 美國銀行 各位可以看喔 美國銀行喔 從一開始 22塊左右 一路上漲喔 然後你看啊 漲啊漲啊漲啊 這個這個很 很標準耶 123 45這樣子波 非常非常標準喔 然後後來他 撒破 就是在一個 一個多月前的時候 撒破這個季線啊 然後反彈 然後過了一下反彈之後呢 反壓美國又跌下來 所以基本上喔 銀行股就 就不要看啦 不要看不要看啦 那當然你可能會說 會不會就震一震然後往上 對是有可能喔 美國是有可能 是這樣的一個情況啊 但是呢我想喔 只要 沒有辦法去超過這個基線的話 基本上銀行股根本連碰都不要碰他們 下面這個是打美洋空DAL喔 這個我把它拉很大喔 從去年三月份疫情一直拉到現在一年半 那綠色這條線各位可以看喔 他突破一開始突破這個綠色這條線之後呢 就一直 成這個N字形上漲 N字形上漲 所以各位喔 我發現喔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發現 美國 是這樣子喔 他不是 很平緩的喔 美國是 這樣子 一路上漲 所以說真的 你要我是覺得啦 美國你要操作 大波段 可以 可能一年兩年為單位 或是你要操作小波段 一個月兩個月 我覺得也可以 你只要漲過熱了你就賣掉 然後等到他回來基線附近你再買 然後呢漲 過熱了 你再買 就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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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操作喔 我想應該 這種人也是大有所在 大有所在 那後來呢你看 他四個大N字形之後呢 他跌破了這個MA64 然後嘗試去反彈 結果這個反壓不過 後來跌下來喔 所以基本上呢 這個航空股喔 我覺得各位基本上就不要看了 下面這個也是傳產股喔 這個是Denis 那各位可以看喔 我記得我在一兩個多月前的時候 剛好他是跌破這個基線 那我們先來復盤一下吧 各位可以看啊 他 後來就沒有過啦 他過了一點點然後就反壓就下去了喔 非常非常標準 而且你看喔 他就是一個圓頂喔 他是一個圓頂喔 非常非常標準 像這種股性喔 就 很 很好操作 嘿 可是呢下跌的時候 該跑還是要跑 那我畫了一個 上升箭頭 就是 剛開始呢 這樣子進場嘛 對不對 如果說你有本事你就盡量爆 那我知道 不可能去買在最低也不可能賣最高 但如果說你有辦法 遲到中間那一段喔 基本上我想你應該贏了大部分 的人啦 大部分的人喔 那後來呢跌破這個基線之後呢 你就不應該再碰啦 他跌破基線那個時候在18、19塊吧 各位可以看喔 過了兩月 我們這樣復盤 剩下13、14塊 等於是跌了三成喔 所以喔 我覺得啦 就是這些都是比較有指標性的一些傳產股的話 那我想喔 可能對盜雄市會是有一定的一個壓力喔 下面這隻Google 這Google 我必須說 現在應該算是美股數一數二中的強勢 真的很強 真的是超厲害喔 他一條 黃色這條是上升趨勢線 就這樣子 階梯式你也可以說是N字形 而且現在看起來也沒有要結束的意思喔 完全沒有 我只能說真的是超厲害超厲害喔 所以各位好我個人覺得啦 如果說你也實在是不知道要買什麼樣的好標的的話 那我想 買FANG吧 也是 有他的道理在 Apple Google Facebook Microsoft 跟 還有一隻 還是什麼 Amazon 對喔 或是說有些人去 買那個 QQ ETF 我覺得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啦 那現在你可以看啦 這個Google你要怎麼買呢 只要他接近這個 藍色的 綠色的季線的話 我覺得你就可以去買進 然後你的甜點設好就可以 那我個人認為啦 科技肯定是 肯定是沒問題的 因為呢 人類要發展 肯定是靠科技 而且 全世界 所有的科技巨頭 我不說全部了 但是 大部分喔 應該都是在 美國啊 因為 美國文化就強調 我 我歡迎世界 所有的人來 然後 我這邊喔 有很好的一個 融資的渠道 然後我這邊呢 你只要 按著法規來 我就會想辦法呢 就是 你可以做大 你可以做大 那當然啦 美國肯定也是有這個 稅務的問題啊 那不然怎麼樣呢 在美國是一個 相對 公平 的環境啊 所以導致 很多商業巨頭肯定都是 在美國設計公司嘛 而且美國市場這麼的大 我沒有什麼別的意思啊 但是我想喔 那個聰明的觀眾 你應該 知道我的意思啊 所以我想呢 如果說真的不知道買什麼的話 基本上 就買美股最大幾隻龍頭 我覺得也是不錯啦 從以前到現在 它這樣一路漲上來 到下去未來的10年20年 除非有什麼樣很大大變化 要不然基本上我覺得這些巨頭 肯定就是一直發展一直發展 不會停 下面這隻Lock 各位可以看喔 這Lock呢 我就直接畫了 一條黃色的線 這個Lock我知道在 前一天的時候 長得非常非常多 長得非常非常多 可是呢 就是這種長多 讓我覺得 感覺不是很安心啦 各位可以看左邊 的黃色那條斜線 它就發生了背離 頂背離跟底背離 這個很重要 所謂的頂背離就是說 它上升動力 就不太夠 那一般的指標 你可以用KD去看 MACD RSI 威廉 其他都可以喔 那 各位可以看 左邊當時它發生頂背離之後 一路就這樣重摔 從480一路摔摔到 290左右 很恐怖耶 這樣摔摔了 應該有 四成以上喔 那後來整理整理之後又上來 結果呢 現在又背離喔 又背離了喔 所以各位喔 我覺得 就要小心一點吧 小心一點 如果說你今天有Lock的話 你要特別特別小心 我個人這麼看啦 如果說今天一個股票 它慢慢漲慢慢漲的話 我覺得這種股票可以漲比較圓 比較舊 可是如果說今天 這個股票這樣子 噴噴噴 你就要隨時注意喔 會不會 就這樣直接腰斬喔 也是很快喔 像Lock 我覺得它 最近就漲得 有點猛啦 漲越猛股票喔 說真的 也不是什麼好事情 反而它會 跌得越快喔 下面喔 Tesla 各位可以看喔 這個Tesla 真的 我只能說很爛啊 我只能說真的很爛喔 綠色這條線喔 就它保衛戰喔 那今天 那個 怎麼講呢 就是這兩天 就是一直在這個綠色這條季線 去做一個測試喔 它就不能跌破喔 Tesla 各位喔 它只要跌破 就再見了 它只要跌破就再見了 因為 我們就不知道什麼時候 它只會再翻回來 而且第二點 各位可以看 猜今年年初的時候 去年吧 去年年底 最高點好像來到900塊 900塊 然後後來做了M頭之後呢 往下跌 各位可以看喔 如果說當時啊 那些沒有第一時間停存掉的人 那它這大半年就是 在浪費時間 真的在浪費時間 真的浪費時間 你看這樣反彈 然後呢又繼續跌 反彈 現在好像要繼續跌 所以各位喔 股票喔 都怎麼講啊 這種 遊戲Tesla 炒作 去年真的炒作炒作太兇了 漲了七倍 漲了七倍 當時呢 全市場都要做空Tesla 結果呢 一直噴一直噴一直噴 然後到差不多八九百塊的時候呢 很多華爾街大老說 好啦 不做空再也不做空了 結果呢 反而沒動力喔 就這樣一路下跌喔 所以各位喔 那個 怎麼講 我覺得它就算是一個 就像是一個周期吧 起承轉合嘛 春夏秋冬一樣 所以現在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 特斯拉也 也不要去碰吧 也不要去碰吧 即便現在還是有什麼新聞啊 喔特斯拉 財報啊 什麼很好啊 可是說真的喔 我可以想見啦 可能主力都已經 離場啦 去年賺了粉滿缽滿 然後今年就在操作別的喔 下面這是台積電喔 台積電真的很爛 基本面非常非常好 但是我說股票走勢非常非常爛 對所以各位千萬不要誤會的意思啊 台積電喔 眾所周知啊 目前在 芯片領域喔 應該是世界第一啦 應該是啦 應該還沒有出現 什麼像樣的一些對手啊 而且再來喔 那個張忠謀先生他講話說真的 很保守啊 張忠謀先生曾經講過喔 他的技術大概是領先 業界可能是三到五年喔 可是各位你要知道 他講話是很保守啊 他是拿 就是不要給人家 太難堪 所以可以想見台積電 應該 在很長一段時間喔 應該都沒什麼太大問題 可是以現階段這個走勢來講啊 哇這個藍色缺口真的好大 我只能說真的好大好大那缺口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啊 而且 這禮拜一跟禮拜二啊晚上 跌破了季線 也跌破月線喔 上有那麼大缺口壓力 然後均線來講又整個是跌破了 這個均線喔 所以各位啊基本上 也是不要碰 我知道台積電真的非常非常好 肯定也很多人想要買台積電 但是呢我想喔可能 這個估值啊要先殺一殺 殺完之後呢底部浮線喔 那個時候你再去買 我覺得會比較保險啊 下面這個是UA Under Armor也是 跟Nike應該算是並列的龍頭 服飾產業 各位可以看啊 差不多在一年前的時候呢 他突破了這個 綠色的 季線啊 然後後來一路漲漲漲漲漲 那 後來現在下跌啦 現在下跌啦所以基本面的話 你也就不應該去碰他 你也不應該去碰他 像這種的話就 很明顯嘛 在低過的時候呢 華爾街就會介入 然後漲 然後 然後 到高點的時候呢就滯漲 然後做了一個頭部 然後就可以往下跌喔 所以我個人覺得啦喔這個 會不會會不會 從雖然到現在 的漲幅啊 接近尾聲 我覺得是有可能的喔 欸有可能啊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小心吧 這隻喔是XOM 叫做艾克森美孚 也是 美國的石油巨頭 美國石油巨頭 應該就兩隻吧 XOM 跟 雪弗 雪弗 雪弗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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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CVS喔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SOM喔 在一開始的時候呢 突破這個 季線 然後就一直一路拉 然後現在就拉拉拉拉拉拉拉 然後那個 動力就越越弱 然後現在呢 這兩個禮拜就跌破了這個季線 所以基本上呢 各位齁 也 也就不應該 不應該去碰啦 不應該去碰啦 所以齁 如果說以這一隻來看 這隻股性喔 算是相當相當好 如果說今天在發生一次 這種情況的話 我們應該怎麼去把握機會 在低檔的時候呢 在低檔的時候呢 他突破了這個 怎麼講 有一個突破缺口 往上 而且呢 同時也突破了 MA60這個 季線 也就是生命線 那時候呢 我建議齁 你可以分批買入 然後呢 你的停順點齁 你就可以設 好比說 MA20或是60 那我知道齁 美股因為 常常去碰到 MA20或是60之後呢 又往上齁 所以 說真的我覺得 很難說 賣在最高點 這個坦白講 我覺得非常非常難 但是 如果說在往上過程之中 你可以分批賣 那怎麼分批賣呢 好比說 今天漲了五成 漲了一倍 漲了兩倍 三倍 然後你就慢慢慢慢賣 那當然不同股性喔 有不同的一個 漲幅啦 中小型股可能 漲一兩倍 五倍都很正常 可是大型股的話 可能漲五成 八成就已經很厲害了 所以你自己要拿捏一下 你手上那些股 他的股性到底是 小還是大 好 那如果說 到最後 已經開始滯漲做頭了 那基本上的話 他跌破了你就不要再碰了 或是說 他在墨型喔 你就不應該再碰了 不應該再碰了 或者是 今天他有拉回 到這個MA60的時候呢 你可以少量去買一些 然後 你的天點設好 如果說萬一他方向錯了 那麼你第一時間 該跑 要跑 所以基本上的話我覺得 穿占股 今天影片這樣看起來的話 看起來應該 都不是很理想啦 我感覺 好今天影片呢 就到這邊 那今天影片呢 我就是主要 把 MAIKO 各大領域的一些 龍頭股跟指標股 我把它拿出來看 我個人的感想是 感覺不是很妙 對感覺不是很妙 雖然說大盤好像還沒有很明顯的反應 但是我想很多 中小型的個股 並不是很漂亮 感覺上 檯面上只剩下 大型股在撐盤 這是不是一個很健康的一個情況呢 我個人打一個問號 有可能中小型股 他後來就軋空 就開始往上 這是有可能發生 那麼 第二個的話 我知道很多會說 美國市場 泡沫 泡沫 然後什麼生息 什麼東西 我個人是覺得 不要去預設立場 因為 說真的 美國政府 想要 一路往上漲 說真的 那太簡單了 從去年的時候 去年差不多在半年前的時候 那一陣子也是 很多人說 百年大頂要崩跌 什麼東西 結果後來不是 一路狂拉嗎 然後現在又更高 那 現在 一定有人講 要崩要崩什麼東西 像我今天看到一些新聞 某某華爾街 傳奇投資人 說 那個即將要崩跌 70% 我記得年初的時候 巴菲特那時候就講說 五月份的時候會崩跌 結果五月份有崩跌 只有修正一下下 並沒有崩跌 所以我想那些華爾街 華爾街那些什麼什麼投資人 不要不要去理他們 我覺得不要去預設任何的高點 我們只要 把自己的天然點 給設好就可以 然後第3點 我覺得 現階段並不是很好操作情況之下 可能還是盡量去找 比較大型的個股 比較大型個股 但是我順便是提醒大家 如果說萬一跌破了 月線 那各位你至少要先出 1%或出一半 如果說 連激線也跌破的話 那麼就要趕快出清 如果說今天是一個軋空 他又障毀了這個季線 那麼我覺得可以再買回來 那可能問我說 如果說產生這些 摩擦成本 怎麼辦 我只能跟各位講 這個股市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 沒辦法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想法 如果說你今天 不願意停損的話 那很可能就 一切千里 美股 他要嘛不跌 要嘛一跌就是 可能一個月跌掉五成 九成 你看 中概股就知道了 所以我想 一定要遵守紀律 才能夠讓我們生存在這個股市裡面 好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 希望對 大家有幫助 那我是賈士博 我們下次見 拜拜